本届亚运会中国女篮的发挥是备受瞩目,在此前结束的小组赛中,这支没有一个球员有亚运会经历的队伍以全胜的战绩小组出现,而且场军竞胜对手又十分以上,这样的进攻力确实很恐怖。 在小组赛中不妨击败老对手日本队这样的经典战役,也正是因为女篮展现出了这样强大的攻击力,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她们有机会重新拿下亚运会的机会。 而今天女篮姑娘们就将迎来第一个淘汰赛对手中的主义杜尼西亚,胜利的一方将会进入亚运会女篮四强。 今天的比赛一开始,李远卒就一个攻守得到全场第一分,利用对手投篮不中,李远快速反击再度得分。 此后,中国女篮展现出了绝对的统治力,收解比赛结束的时候中国队四十比肉遥遥领先,这样的比赛几乎一劫就没有了悬念。 第二阶初期中国女篮就让印尼队拿下一分,中国队打了东道主,一个二十五比一。 办场结束的时候中国女篮六十九比十三领先,第三阶中国女篮丝毫不放松,仅仅让对手得到五分。 中国队一百零九比十八领先印尼队,第四阶比赛印尼有点如梦方醒的感觉。 毕竟数一百分是一个很大的侄辱,所以他们也不断得分,最终中国队一百四十一比三十七大胜印尼队,进入到了本届亚运会的四强。 中国女篮本届亚运会展现出了绝对的统治力,当然在淘汰赛中,还有更强大的对手,如果可以在半决赛中再度过关的话。 中国女篮,距离重夺亚运会冠军就真的很近了,我们也都知道冠军才是球员进步最大的助推器,只要拿下冠军就会对于球员本人的自信心,是一种巨大的提升,也是对其训练的肯定。 而这次中国女篮队内还有含蓄这些都不到二十岁的小姑娘,如果可以拿下冠军是最好的了。